小姐,我這要關,你趕快來 好,謝謝 平常拿著不愛穿的外套 來到便宜館出去 這是因為環台醫療策略人民 所發起的一項愛心運動 台灣前台17件便宜合作 目前募集四百天當天在穿的外套 就要送往因為十年戰亂 臨民生活困苦的國家米波爾 募集到四百件的衣服 然後我們會透過環台醫療策略聯盟 還有周大關文教基金會 將南投地區百姓的愛心送到尼泊爾去 期待讓那邊的兒童有一個溫暖的衣服 可以讓他們過個快樂的寒冬 這一次愛心運動在五月中旬開始 這裡到兩星期就已經沒有超過兩百件外套 扣給民眾享用國益的擁有 而且將家裡穿不到外套關出去 不要緊張彈掉 對著環境保護也很大幫助 經過我們工作人員檢視 我發現我們台灣人真的是很有公民概念 他們會先將最好的衣服 但是他們穿不下 然後他們會送過來 這一方面可以達到環保的概念 第二個可以養成教育 讓小朋友知道洗浮的概念 哇 羽絨姨耶 便宜也將民族愛心運精力爭修起來 準備送翁關你的國家尼泊爾 為了要將消息 團達給共帶領養 便宜也透過網路頂頂公道來選團 他們去網友累累的討論 父母表示要追回來相應 這個外套是很好的 服務人員 還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有親家朋友我也會叫他關 會來幫助在尼泊爾那裡 那裡的佩織 會在說躲過冬天 要過其他館期的民族 也特別開運送的費用 將外套送翁保利 相當須人感動 四百驗外套不接 目前還要差一百五十驗 歡迎民族在達過地獎前 將外套關翁保利 送溫暖 送翁尼泊爾 即將跟他採訪報導 走